留学技术 技工移民入籍 雅思成绩不达标 怎么办 交给赵龙国际教育快速搞定 辅导报考考前模拟一站式服务 英国文化协会认证 雅思官方考点 英语普通话教学 线上电脑手机小程序授课 线下老师亲自授课 随时随地学习 一对一小班制 一对多均可 机考报名时间更灵活 3到5天出成绩 机考比试一次过 现在就播604-278-4715 或登陆www.megaeducations.com 赵龙教育龙的轻英 布列甸哥林比亚省的洪涝灾害 已经持续三周 非沙河谷和内陆地区受灾尤其严重 许多居民被迫撤离家园 财产损失惨重 面临生活困难 看到灾情肆虐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 在华人华侨中发出倡议 呼吁各界捐款支援灾区民众 得到多个华人华侨组织的热烈响应 一周内就筹款超过六万七千元 并在周五转交给加拿大红十字会 用于帮助灾区民众 这次慈善捐助得到老乔和新乔的通力合作 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和他力量女性俱乐部 成为捐款最多的团体 参加捐助活动的华人华侨社团表示 这只是帮助灾区的第一轮行动 接下来还将继续支援灾区清理重建 加拿大红十字会表示 这些捐款非常及时 因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布列丁哥伦比亚省政府 都会做出对等捐赠 所以这笔捐款将为灾区民众提供超过二十万的直接帮助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the community the amount of generosity and the offers of assistance that have come forward at this time it's amazing and it really truly does give hope to those right now that really need it most 凤凰卫视 朱克勤 苏惠文 温哥华报导 Thank you guys now There you go T ok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